香港电影率败成龙巨亏1.5亿 却变成罪人 这个黑锅谁来背 66岁的成龙拿命拍电影反成罪人 19年前巨亏1.5亿 香港电影的没落究竟因谁而起 动作电影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地位 一切都与李小龙离不开关系 1973年李小龙先生的《突然离世》 把香港电影带到了一个顶峰 所有观众都在期待下一个李小龙的出现 于是不少电影公司急切地想要培养出一个接班人 当时的成龙便是其中之一 电影蛇行勾手的横空出世大获成功 让成龙红过李小龙 后续又打造了系列电影《罪权》 同时还带红了像李连吉周润发这样的演员 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国际化三位演员 先后远赴好莱坞 谁也没有想到 三人离开国内后 香港电影衰败的简直一发不可收拾 那么这个黑锅究竟谁来背 很多观众觉得是成龙 在1979年成龙离开了罗维影业 选择了家和公司 成龙很喜欢跑到国外取景 动不动就几千万甚至上亿的港元投资 比如电影奇迹 飞行计划 商楼会等 特别是2001年的特务迷城 更是让家和元气大商 竟然加速了这个电影帝国的衰落 特务迷城投资超支 最终花了两亿港元 为了力求真实 剧组横跨中国内地 韩国土耳其取景 没想到票房惨不忍睹 还到天前 最终电影的票房失利这个锅 刘成龙大哥 一杯九十二十几年了 难道成龙电影的衰败 真的是成龙的错吗 其实并不是 电影香港行业 有着师傅带土地的传统 师傅自己都吃饱饭 带土地反而会饿死师傅 恶情循环也导致了 后续无人的现象 翻看近年来的香港电影 基本每一部 都会有内地资本的借助 很多人都认为 现在港片失去了港味 更多的特效 更大的场面 换来的是对市场的迎合 少了那一份争 任何摄像的成败与否 并不是因为某个人 还有不少观众 觉得成龙走错了路 当年应该静下心来创作 而不是原付好莱坞 你们觉得谁才是 导致香港电影衰败的真凶 欢迎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